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真一老师 今天呢要跟大家讲讲呢 开运周报 下一周10月9号到10月15号的周运势 12生肖周运势 好我们都知道呢 每一周有不同的运势 所以呢 上周不好的运势的这周可能转运了 好这个礼拜呢 谁的财运最好呢 给你五个生肖 一个第一呢是属蛇的 78年1989年出生的 第二个是属马79年1990年的 第三个是属羊的80年的 是1991年的 第四是属狗的83年的1994年 第五个是属猪84年1995年 恭喜这五位朋友呢 你们在这一周上榜了 财运会非常好加油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 事业最旺的是属马67年的1978年 属龙的77年1988年 然后属猴的57年1968年 属姬的呢58年1969年 属猪的84年1995年 这五个生肖呢在下一周呢 工作运事业运非常旺 所以呢不管你做业务做任何的事业呢 都可以加把劲哦 要快把嘉宾认一下 好那你就会得到很好的成果哦 还有一个桃花运最旺的 来啦你们现在还是单身吗 没有关系 听一听哦 下周桃花最旺的老鼠73年次的1984年 属牛的74年1985年的 属羊的80年1991年 哇都很年轻哦 属猴的81年1992年 属姬的82年1993年 哇恭喜这五位朋友哦 你上榜了 所以呢在下一周 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 把自己打扮帅帅的 赶快去找对象哦 应该会找到不错的好对象 而且呢 桃花运最旺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找到好对象哦 加油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贵人运最旺的是哪五个生肖呢 老鼠又上榜了 恭喜73年次的1984年的 属牛的74年次的1985年的 属蛇的54年次的1965年的 属羊的56年次 1967年属姬的58年次 1969年好 有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但是呢你的贵人运超棒 如果你是在职场上面呢 要正在发挥能量的时候呢 或者你最近呢 觉得说你有需要呢 增加一些贵人来帮忙你 那下一周就是最好的时机点 好好地把握住你的贵人运哦 相信呢 就可以事半功倍哦 很多人呢 在财运好的时候呢 没有把握住机会 或者工作运好的时候 也没有把握住机会 其实呢 我常常讲 如果你把握住这些好机会的话呢 通常呢 你的财运事业运就会更旺 而且呢 不要忘记了 每一周 真意老师都会给你一个周报哦 那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点阅 在微博上面呢 也可以分享出去哦 YouTube上面呢 订阅是免费的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希望呢 所有的朋友呢 给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 都了解自己的周报运势哦 那我想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我们在周报里面呢 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为什么财运会忘呢 因为这几个生肖呢 你的正财偏财都比较好哦 那很多人都说 那我有没有偏财运 比如说我要去赌博啦 或者我要去抽奖啦 我告诉你赌博就不算在内了 我讲的是 比如说你的偏财是可能 你资产上面得到的以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 可能被靠赏的 长官靠赏的 或者是说 哎 你有一些偏财 哎 这种小乐透啊之类的哦 那这种偏财运呢 可能是你业务所得的奖金哦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哦 所以跟财运有关的呢 这几个生肖呢 都应该加把性 而且还蛮年轻的哦 我想在资产上面呢 应该希望多加薪吧 如果你财运好的话 也要加薪的 也有加薪的机会 那么也尽量的表现自己的工作能力哦 所以呢 在下一周 你可能被老板赏识了 所以给了很多的bonus奖金 恭喜大家 事业运也是一样哦 刚才那五个事业运很旺的朋友呢 在资产上面加强的话呢 应该说你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能见度见得更多了 所以呢 老板总是看到你的优点了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本周的 下一周呢 好好的努力加油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周呢 属蛇的财运特别好哦 那他排第一名的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呢 1978年今年啊 就是说 今年的财运呢 在这个月呢 刚好落入在这个位置上面哦 所以呢属蛇的呢 恭喜哦 你的财运有政财偏财 你在职场上面得到的财呢 是很大的 而且呢 有偏财运 如果你是做业务的 奖金特别多哦 如果你是自己当小老板的 哎这个月呢 订单也特别多 如果是当大老板 那就更不用讲的 订单很大很大的 一张一张来哦 如雪片飞啦 所以非常恭喜哦 还有你之前呢 很难收的钱呢 在这个时候你也收回来哦 所以呢 我想呢 在本周呢 下一周呢 希望大家呢 你们上榜的这些朋友呢 在财运上面多加强哦 你说我要去赌博好不好 我刚才讲过了 赌博不见得是好的哦 但是呢 有一个笑话哦 最近不是Las Vegas的赌场 被扫射了几十个人死了吗 结果呢 中国人有一两百人在里面哦 都没有被扫到 为什么 因为都大家挤在赌场里面 不是去听音乐会啦 所以有时候赌性坚强也蛮好的 居然没有伤到 所有的房种人哦 都是伤到他们本地的哦 或者其他外来客啊 那我想呢 这个是一个笑话哦 只是告诉大家说 也不用太过于居民 如果你是真的去Las Vegas 或者去澳门啦 或者是去云顶啦 甚至去新加坡啦 你要去赌场的时候呢 记住财运不好的人小心一点哦 财运好的 当然也可以放手一搏一下 但是我不希望你赌太大啦 有偏财运的 那属马的79年次呢 79年次在本周呢 也是运势很好哦 可能呢 老板加薪了 或者呢 你上半年的奖金 在这个时候拿到手了 所以呢 也恭喜你 有奖金的机会 那老板呢 对你的赏识呢 可能也还蛮多的钱哦 所以你在这一周里面呢 财运都比人家好 或者是说 你有一些呢 谈的case已经刚好谈成了 然后呢 钱就落袋为安了 那属羊的朋友也是一样哦 看都有年轻哦 78到84年次的都是 30岁左右 只有二十几岁而已 都是二十几岁 所以 这一周呢 都是给年轻人的 所以加油哦 好不好 那80年次的属羊的呢 1991年的呢 在这一周里面呢 它有个优点就是什么呢 因为呢 属羊的朋友呢 去年 在应该说 在农历六月是满倍的哦 财运应该都不是 不算太好 你总算在这个时候呢 开始拨云兼日 脾气太来 你所谈的case 或者你所做的业务啦 慢慢的慢慢的 那些客户对你的青睐啦 还有客户对你的信任呢 都慢慢帮回来了 还有呢 你团队合作呢 也拿到很好的奖金哦 所以呢 大家加油哦 来属狗的呢 83年次的呢 你可能在专业上面 受到别人的肯定啦 所以你有很多的订单 或者呢 你在职场上面呢 老板对你的赏识呢 在这周呢 给你说 承诺你要加薪了 所以呢 83年次的朋友呢 你通常一般来讲的话 你是属于那种哦 慢慢慢慢炖的 慢慢慢慢熬的 那但是呢 你就是媳妇熬成婆了 在这周里面呢 加薄金哦 你的财运会更好 来我们看属租的84年次的 84年次也是一样哦 那下一周里面呢 你有什么好运吗 可能就是说 你有一些小财可以进来 那朋友借钱呢 还你呢 那算是你的钱进来了 财运变好了 因为要了很久要不回来 那你这个 下一周呢 你的钱呢 也变多了 因为朋友还钱了 那可能呢 你在职场上面的这个财运呢 也开始好起来 另外一种就是 可能父母亲啊 长官啊 给你一笔奖金啦 那爸妈给什么呢 爸妈可能说 哎 你要买房啦 或者要干嘛啦 哎 给你一笔钱 或者你要买车 给你一笔钱 恭喜呢 所以你有掌上靠赏的奖金哦 恭喜你哦 所以呢 这财运最旺的 在下一周呢 非常好哦 大家加油 好不好 都是年轻的 年纪大的有没有财运呢 有哦 属蛇属马属羊属狗属猪呢 在下一周的财运 其实都还算不错的 大家努力一下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私运最旺的 好 很多人说 我的工作运职场不好 要换工作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换工作 或者你可以去找工作的 你如果在之前的工作运 都这么背的话呢 这几个生肖 请你在这个时候 赶快哦 加紧脚步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属马的六七年次 如果你想要转职的话呢 下周是还不错的 但是呢 你之前的努力呢 在这个旧的公司里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呢 你的成果呢 也会有机会看到成果 因为呢 你的老板忽然间发现 哇 你好能干耶 其实很多东西呢 你就是慢慢的 给老板 受到你的肯定了 给你肯定了 受到老板的肯定 不是老板给你肯定了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 你在这一周里面呢 如果是做业务的人呢 也是一样 哎 跟人家谈的Case呢 不会像以前这样子 祖祖艾艾的 然后卡牌卡牌 有些东西就卡掉了 不会啦 你就忽然间畅通无主了 所以你在工作职场上面呢 尤其是谈什么保险啦 房地产仲介啦 那或者是说 你有其他基金买卖的 诸如此类的 甚至呢 做股票族的 都在属龙的77年次呢 如果说你在这一周里面呢 你在事业上面呢 应该虽会比较忙碌 但忙碌中呢 得到很多 所以呢 也恭喜你喔 非常忙碌 但得到很多 那属猴的是57年次的 那在这一周里面呢 就是等于下一周呢 你的运势也相当好 那可能呢 你在职场上面呢 能见度一直被看见了 然后呢 或者是说你是老板的话 你是CEO的话呢 你在职场上面呢 也受到 这个部署的爱戴 而且呢 你有比较好的运势喔 因为呢 你可能有一些 很不错的 这个工作机会喔 所以呢 你如果说 要在这个时候呢 增加你的工作机会 其实是很好的 那就是加把劲囉 好 我们来看 属基的58年次呢 58年次这一周呢 最重要就是 不要借钱给人家就好了 其他都OK 好不好 你这周千万不能借钱给人家 事业运营很好 不代表你说你的财运特别好喔 但是呢 你的事业运营好 就是你要事先的布局 好不好 你事先的布局呢 对你来讲非常的好 因为你是己有喔 己有的是本命月嘛 所以本命月对你来讲呢 其实真好喔 那如果说 你胡须已经长长了 赶快去把胡须刮一刮 如果你头发很长了 又是很杂乱无章的话 你事业运域要好 真的要把改头换面一下 那我觉得 如果你说 你要换工作职场的话呢 在这一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那很多人说 老师我现在都找不到工作了 那如果是你是上榜的这几个朋友呢 你要换工作是可以的 或者你要找新工作 也是有机会的好不好 那再来的话 属租84年次 84年次看起来运气还不错喔 刚才才运也很好喔 那我们来看一下1995年出生的 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属于专业的人呢 是比较好一点喔 比如说你是文编啊 美编啊 甚至呢是编辑业务的 或者是做文创事业的 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喔 做文创事业是最好的 那如果做事业的人呢 比如说你开店的话呢 就这一周呢 工作运很忙 但是呢 就是要先布局 那你会不会得到呢 这个客户对你的赏识 这个青睐呢 应该是有机会的喔 所以你应该在职场上面 比如说我做糕点的 我把糕点做得更好 或者我做这个果汁的 我把果汁弄得更好喝 卖豆浆 那当然豆浆要更好了 微甜不要太甜喔 那你把这些东西呢 都调整好以后呢 你的生意就变好了 那很多人说 那我要去当小老板可以吗 当然可以尝试 但是我比较建议是 不是在一周里面的运势好的时候 而是你在 一年里面运势很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尝试 或者你的上半年运势 比较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尝试 比如说我要从职场上面跳出来做老板 那我建议大家要做事业运务的时候呢 是可以怎么样做呢 就是你上半年事业运务 那你们就可以收看老师的 2018年的上半年的总体运势喔 里面我都讲得很清楚喔 你们可以参考好不好 在YouTube上面有喔 而且你们可以免费的订阅喔 好不好 那这是给大家的建议喔 那还有你的财运呢 刚才讲过喔 也是一样 2018年的上半年总体运势呢 老师也讲解的很清楚喔 如果说我要投资 我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扩展 很多老板喔 他在职场上面 有时候呢 他自己有一些风险 他也不知道喔 可能有一些阻碍派 自己没有察觉到 尤其现在时机不太好的时候呢 是建议大家就是 参考运势看看好不好 这个参考呢 对你来讲无伤大雅喔 第一个呢 你也知道说 我到底在今年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新的改变啊 或者有些新的发展啊 甚至呢 我可以呢 在职场上面呢 做什么样的一个合作啊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是真益老师呢 在2018年的上半年的运势 都有提供给大家了 在YouTube上面喔 那另外2017年下半年的运势 如果你想了解自己呢 在下半年是不是 会有更好的发展 一样 真益老师也有喔 也有提供给大家 所以呢 请大家呢 上老师的YouTube去看喔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桃花最旺 很多人说 感情也不顺啦 老师 真命天子又飞了啦 然后呢 又劈腿了啦 老公外遇了 嗯 上皇亲 那桃花很旺的这几个生肖很不错喔 看来都还蛮年轻的喔 如果你结了婚就真的要小心喔 桃花不能太旺喔 73年次很多人结婚喔 嗨 我们办公室有个73年次喔 女孩子也很特别好 哈哈 73年次喔 下周桃花运特别旺喔 休假休了几天以后呢 搞不好很多女孩子追着你跑啦 男孩子也是一样啦 其实我建议就是说桃花旺的人呢 就是说因为呢 他是职场上面 可能有一些人 对他特别好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可能他有心仪的对象 那下一周你就可以表白 那我常讲嘛 你如果说 现在没有对象 那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好不好 宅在家里很难找对象 你知道很多那种宅男喔 在网路上面喔 看到一些辣妹啊 有没有 那照片根本不是她本人的 你知道吗 所以一定要见面喔 如果你喜欢那个女孩子的话 你一定要约出来见面 如果不敢跟你见面 你就不要继续了 真的 一直在提醒大家喔 因为很多人都被骗钱啦 尤其是男孩子 你知道男孩子 竹科的男孩子 因为很忙喔 所以呢 他们就只能在网路上 哇 Google找找找 看到喜欢的 在Facebook上面找 但是那照片不是真的 你知道吗 所以要小心喔 所以我常跟男孩子讲说 如果你现在还有 你还没有对象 你真的要找对象 一定要把女孩子约出来 好不好 如果介绍也一样啊 介绍也一样啊 你要约出来看 古代的笑话 我先给大家听听 有一个瘸子 就是她只有一只脚 另外一只脚 是长短脚 啊 那个没人啊 很有意思喔 叫她坐子 然后呢 女孩子有一只眼睛不好 就叫她这样 躲在门脸后面 你知道他们两个相亲 一个是用一只眼看对方 一个是坐着 看不出长短脚 结果呢 她两个看喜欢了 送进洞房以后 两个一直去炒 炒梅人 那梅人就告诉她说 那你们都有缺陷啊 要不然怎么找对象呢 对不对 一个遮了一只眼睛 一个是长短脚 那有什么不好呢 就你有你的缺陷 他有他有缺陷 所以这是一个笑话 现在网络有没有这样笑话 我不知道 但是这古代笑话 还蛮好笑的 就是说 有些时候呢 我们找对象 要先衡量自己的条件 那如果条件是OK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找更好的条件 女孩子通常一般都想 要马而好 要马而不吃草 很困难的 其实现在男孩子应该这样讲 都被父母亲保护得很好 而且书也念了很多 有些呢 因为被父母亲保护得太好了 所以呢 他在职场上面 或者工作上 他没有像以前那么努力喔 所以呢 你要找对象 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 我讲桃花啦 桃花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 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 我也一样啊 我年纪的时候脾气还蛮大的 现在还比较好一点 现在年纪慢慢大 就越模越圆越模越圆 人生就是要经过历练嘛 来我们讲一下桃花老鼠最旺 再来属牛的74年 赐的1985年 1985年 属羊的80年的 1991年的 好 再来就属猴的81年的 是1992年的 所以你们这几个生肖呢 真的很不错耶 在下一周好好参加聚会 如果有心意的对象 赶快表白喔 另外呢 属鸡的82年赐的 你看 73748182 这五个生肖呢 其实在下一周的运势呢 桃花非常旺 不管是男或者女都一样 男女都一样的 那你们就可以加紧脚步 找到一个好桃花 我常讲嘛 如果你在运势好的时候 通常都会找到比较好的桃花 或者是说你下一周 有机会是这样子 比如说你出差啦 有卸垢啦 你也可以想办法认识对方 那另外呢 也有一国恋情喔 你可能出去玩了 然后呢 在一个团队当中 认识的一个女孩子 或一个男孩子 也有可能有一国恋情 再来的话 你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就是说你去参加别人的婚宴啊 喜庆啊 甚至呢一些社交活动啊 在这个时候呢 你也会认识一些不错的对象喔 所以呢 恭喜呢 下一周呢 桃花最旺的这五个生肖 来我们再来看呢 贵人最旺的是哪几个生肖呢 今天有没有跟老师按赞跟分享喔 今天是礼拜五喔 我会提早结束喔 因为呢 下午老师还要再录一辙 2018年的 跟桃花有关的 跟感情有关的 跟婚姻有关的 所以你们要锁定老师的直播喔 好 那再看喔 贵人最旺的是老鼠 哇 老鼠今天这周真的运势超好的 恭喜呢 然后鼠牛的七十四年次 鼠蛇五十四年次的 鼠羊五十六 鼠鸡五十八 好 这几个生肖呢 在这一周里面呢 贵人运超好 那也代表说 你的部属运好 你的长相远好 还有呢 你的同宅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可能呢 不打不相似啦 骂一骂讲一讲 过去就算了 那这几个生肖 对你来讲的话呢 呃 贵人代表什么呢 就有人拔着你 有人帮忙你 有人协助你 那贵人就是 我们希望呢 在职场上面也好 在钱财上面也好 当然有贵人的帮忙是最好 那当然呢 如果说像婚姻上面 桃花上面 也是一样 有贵人介绍也很好 所以呢 你在这一周里面呢 贵人运超强的 那超强的时候呢 要干嘛呢 就是要 多跟贵人亲近 呃 有时候呢 不要小看一个人 呃 一个人呢 我常讲 年轻的时候呢 都是要人家提拔 年纪大了以后 要提拔别人 呃 因为你有人生的社会阅历了 那像这个 五十四五六五八 都还算年轻啦 五十出头而已 那四十几岁跟五十岁左右 那五十几岁的话呢 通常一般来讲的话 职场上面都要做别人的贵人 但是你有贵人的话 代表说 你更上面的人的提拔你哦 下一周可能呢 给你一个 比较更高的职位 如果说 像是 呃 什么上将啊 四颗星变五颗星 如果是在军警的话 也可能呢 被拔着更高的职位 所以呢 在下一周里面呢 不管你是在职场上面 或者在公务机关里面呢 你都有会被拔着的机会 所以呢 也非常恭喜 这几个生肖的朋友 呃 如果你最近有听到一些风声说 哎 你可能会被升迁哦 那就真的是 你在下一周 可能会发布一些人事命令 你会收到一些人事命令 那就非常好 所以呢 这一周呢 希望大家呢 没有上榜的朋友呢 也不用心有七七耶 因为怎么样呢 基本上呢 每一周的运势 都会轮流转的哦 每一个月 每一周都会轮流转的运势哦 还有呢 农历十月份哦 曾益老师呢 也会 曾益老师呢 也会 录一则 农历十月的运势给大家哦 所以你们一定要锁定老师的直播 2017年下半年的这个总体运势 还有2018上半年的总体运势 已经都录好了 在YouTube上面 你们可以在YouTube上面 按订阅 免费的订阅 只要按订阅 都随时可以收到老师的直播 那你们做参考 那直播上面呢 老师会将我的专业呢 请朝而出 一定是会让大家呢 的期待不会落空的 那希望呢 曾益老师呢 将这二三十年的专业呢 能够奉献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过个好日子 每一周啦 每一个月啦 每一年啊 都有更好的运势哦 当然啊 不好的人就要想办法趋吉避凶 好不好 那今天呢 通关密语是 我要运势超级旺 来 赶快哦 现在是35分哦 我可能再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哦 好 你们看一下通关密语是 我要运势超级旺 写哦 我等一下抽奖 今天一样哦 送手链哦 我送五条手链哦 哇 开运手链 哇好漂亮哦 我今天送手链哦 好不好 通关密就是我要运势超级旺 好不好 希望大家运势都超旺 財运好 事业好 桃花好 还有贵人好 大家都好好的 我要运势超级旺 加油哦 有没有写 有没有按赞 然后呢 希望方老师按分享 好不好 如果你有海外的朋友呢 或者是大陆的朋友 或者你的亲友在大陆啦 就可以请他们上微博去看 YouTube上面也可以哦 YouTube上面只要按订阅的话 是完全免费的哦 那你们只要呢 通知你的亲友呢 不管他在欧洲美国啦 甚至呢 东海安西安啦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 只要搜寻 2018上半年的总体运势 或者林真义 2017下半年的总体运势 每一个生肖我分开讲哦 每一个生肖我在YouTube上面 都有分开讲 而且我是依照呢 每一个出生年讲的 并不是说 很笼统的说 啊属狗的都是什么 因为属狗不同出生年啊 属牛有不同出生年啊 属羊有不同出生年 所以我会依照不同的出生年 告诉你重点在哪里 你要注意什么 然后呢 你有什么好运势 有什么要注意的 趋吉毕凶的部分哦 好 那请说 丁小姐她想问老师 她是73年次 国立11月7号 然后她想 请问一下 她适合换工作吗 73年刚才不是讲过呢 事业运超旺啊 下一周可以哦 下一周可以换工作 你等一下 把老师的直播看完好不好 那你如果是想更了解的话 也可以去看老师的下半年的 2017下半年的 总体运势 还有 他是属牛嘛 属老鼠嘛 那老鼠我有解析哦 我有另外一个解析 那你就可以上去看哦 好不好 应该是下一周要换工作是可以的 好 恭喜你哦 好来 那今天的通关密 就是我要运势超级旺 好 写了没有 赶快啊 我要抽奖了 再过几分钟我要抽奖 今天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好不好 直播今天会做短一点 那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 要给我再给两个人问 好不好 再给两个 好 财运要好 其实呢 第一个呢 我建议大家 怎么样把财运变好 在职场上面呢 我们通常最怕就是什么 互相攻击 还有呢 互相呢 在背后讲坏话 然后呢 你可能在背后骂老板 或者骂主管 结果呢 我就要背啊 你知道吗 会有叫背啊 你不知道哪一个字叫背啊 真的不知道 然后你在职场上面呢 加薪就好难弄 你知道吗 还有 公司呢 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散躲 请假啦 干嘛啦 那你想老板也看在眼里啊 主管看在眼里 他怎么加薪加得上去呢 是不是 所以公司有比较重大事情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散躲 为什么你的钱赚得比人家多 比人家快呢 因为呢 你每天带着微笑 然后呢 好好的 审慎的 努力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直都这样 我到现在还是保持这样的心态 心态上是可以 你心态正确的话呢 你在职场上面呢 一定可以得到大家的青睐 而且大家的肯定 以及老板对你的赏识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财运要好 一样 如果你平常跟客户都不往来 一见面就说你要做业务 要保险啦 要卖什么啦 要卖什么啦 我想这样很困难 平常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些互动关系 所谓的互动关系 就是要过年过节 至少吗 发个赖吗 问候一下吗 不要每天贴图 问好 也要三不五十都问一下 他才会记得你嘛 是不是 要不然三年不见面 见面一次要人家花三年的钱 不可能的事情啊 还有呢 就是说现在房仲业不太好做 大家做得很辛苦 今年的928 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好 今年928 因为大家不敢买房子 因为很多公务人员呢 有一些18%呢 到底会变成怎么样 很多人有 不敢预期的心理啊 就很多钱不敢乱花了 所以呢 今年的房地产呢 才是寒冬的来临 今年的冬天才是寒冬的来临 所以呢 大家都做得很辛苦 现在很多店都准备要收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那很多店家呢 尤其是那种餐厅啊 如果说你的清洁度不够的啦 或者你已经做很久 那墙壁都灰灰脏脏的 我想生意也不会太好了 这个时候就要把房镜打扫干净一下 或者重新修个一两天 油漆一下 让你的店面亮起来 或者把灯管换一换啦 财运就会更好 对不对 尤其做生意的 当然要不要有那种黑心食品啦 吃的东西 我昨天晚上 昨天中午那个直播 是教大家怎么减肥 真的五行减肥法非常好 你们一定要看喔 昨天没看的人 今天一定要叫你的那个 胖胖的 胖嘟嘟的 可爱可爱的 喝了水都会水肿的 要赶快看喔 怎么消水肿 老师有教喔 老师教要听喔 真的啊 你看我瘦了六公斤 大家都觉得我最近瘦好 怎么来说 古先生他说 他之前有买老师的手链 然后带上去真的带来不少财运 喔对对对 然后也非常感谢老师 然后他在风水上也有想做一些改变 那他是男主人 但是龙边很窄不开阔 该用什么东西来帮助龙边开阔转运呢 喔好 如果龙边不开阔的话呢 当然要有水喔 你可以帮老师买 他定一个聚宝盆那种 流水聚宝盆 在龙边上滚动 因为我有讲嘛 明年呢 就是2018年 现在下半年也开始了 下半年走地支 今年有是地支 地支是有的话呢 叫金水相生好不好 有水的东西 那因为有土嘛 那个是旺嘛 所以那个土可以生金 金可以生水 所以呢水喔 流动的水放在左边 你的运势就会超旺 我告诉你喔 我的那个粉丝团里面 有很多带来老师的加持起伏 或者手链喔 真的运势都变好 还有说喔 能量特别强 他感受得很深 喔 我昨天晚上也看到喔 我昨天晚上要说 我会回复喔 我的粉丝喔 就说他有什么运势啊 他问什么事情啊 甚至呢 他在那个YouTube上面 问他问问题 还有 有人嫌老师讲话讲太多 哈哈哈 老师尽力包他讲一大堆 好少讲一点 赶快还有什么问题 问来 我要抽奖 哈哈 好来说 有一位谢小姐 她想问老师说 83年次农历11月 适合在明年换工作吗 83年次啊 83年次我刚才不是有跟 跟你们讲过了吗 有没有看到82 好 83 有83年参运很旺喔 什么时候要换工作啊 她说明年可以吗 明年啊 属狗可以啊 但是你今年要先布局啦 当然你在职场上面要先把人家交接好了 好不好 这是一个喔 这个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这样的工作 要不然老板也很辛苦喔 现在真的经营事业不容易 如果真的不想在原来的职场 一定要交接清楚 我建议大家这样做好不好 真的要换工作是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做了可能不是你喜欢的工作 或者是你觉得有压力 太大的压力的工作 但是呢 一般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原来职场不太一样的工作呢 你可能也是会有压力 为什么你要重新来过喔 对不对 所以那种新的压力的儿 会到来 来请说 然后许小姐她想请问老师 68年次国立7月9号 适合换工作吗 68年次 对 属羊是不是 属羊你要换工作的话 在农历10月过后好不好 农历10月过后 你可以上老师的YouTube上面去看喔 因为属羊我有讲今年下半年的运势喔 你们可以自己找好不好 你只要打2017下半年羊 就可以找到了好不好 老师在上面都讲得很清楚 而且我都有分年次讲喔 所以呢 你们有海外的朋友 或者海外工作的人呢 你们也可以上老师的YouTube去按订阅喔 订阅是免费的好不好 免费的喔 那今天的通关密 我要运势超级旺 大家都要超级旺好不好 要不要旺旺旺 要赶快喔 赶快写我要抽獎 我要运势超级旺 帮老师按赞跟分享好不好 真的 真一老师会把所有的专业呢 都给大家喔 也希望帮助大家呢 能够呢 天天好日日好年年好 天天好日日好年年好 希望我们台湾越来越好 真的 在台湾呢 其实是一个宝岛 我觉得世纪如春 我住了很多国家 我觉得台湾还真的很不错 今天好多人耶 要抽五位喔 还有没有 赶快喔 可以再加进来 沈玉玲 渔玉玲 渔玉玲 渔玉玲有没有 渔玉玲 不是沈玉玲啦 渔玉玲啦 我大概想沈哥想太久了 沈玉玲都最近没找我上节目 好啦 渔玉玲 要想在喔 好不好 送你一条金色的 好 罗正亮 又抽到你啊 罗正亮 又是你啊 恭喜你 罗正亮 他想在喔 不在我要重抽喔 罗正亮在吗 快点喔 好 陈薇薇在吗 陈薇薇 要讲在喔 不在的我要重抽 陈薇薇在吗 陈薇薇 恭喜你 鸿银当头 老师帮你送一条 好 李正兴在吗 李正兴 今天抽到男孩子比较多 李正兴在吗 陈薇薇在 陈薇薇在吗 陈薇薇在吗 陈薇薇也在 陈薇薇在吗 陈薇薇在吗 陈薇薇乘是吧 陈薇薇乘 哇 也是老师的铁粉 常常抽到你 陈薇薇薇有没有在 陈薇薇薇 陈薇薇薇 抱歉了好多人没有耶 小姐 加一条好不好 好 我再加一个喔 好 加一个喔 好 Vivian 你看 老师加了一条给你 Vivian在吗 来 VI 你的英文名字是VI VI A N是 好 好 要讲在喔 不在是哪一只都不在 李正兴在 李正兴在 尤玉琳也在是吧 对都在 都在齁 好恭喜大家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你们赶快吃饭喔 接着下来修四天假 修四天假 有些人会出国去玩 对不对 好 那出国去玩要注意喔 要 護照带好 且要顾好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心神不宁的话呢 可能就要小心一点喔 还有太危险的那些东西呢 不要去玩喔 还是要叮咛大家 虽然今年 呃 今年是巨门化季 今年还是巨门化季 很讨厌的巨门化季 巨门化季就是 啊 到飞机坐车 坐船 都要小心 好 祝福大家呢 都能够平平安安 順順順順順 好 拜拜